CAMMA這次又推出了10個全新的功能 有很多的功能都是我們以前一直想讓CAMMA加入的 這次終於加入了 Hi,我是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傳播內容 我每週都會分享3部影片 所以一定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首先第一個新功能就是繪圖 像我中到了CAMMA的編輯介面 在左邊可以找到這個繪圖選項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在左邊會有不同的畫筆 還有不同的選項 比如說我可以選擇這樣的畫筆 這是原子筆選項 在這裡我可以選擇顏色 比如說我選了這個黃色 像我就可以開始繪圖了 你可以看到可以隨意的繪圖 或者是說我可以換另外一個種類的筆 麥克筆 像我用它來繪圖 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第三個就是螢光筆 又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不一樣的粗細 第四個選項就是橡皮擦 你可以把這些都擦除掉 非常的方便 最底下還有一個設定 你可以調整它的粗細程度 或者是說它的透明度 我可以使用這個選項進行選擇 我所有的繪圖都是能夠選擇的 我可以把它群組 選在這裡建立群組 同時我可以給這些繪圖交入一個動畫 選在這裡動畫選項 這裡面我也可以叫動畫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 漸變 像卡馬終於能夠快速的加入漸變的顏色了 例如說現在我交了一個圖形 我可以選擇這個顏色 這裡面你可以找到預設顏色 它有單色還有漸層 我們會選擇一個漸層顏色 現在我圖形就會加入一個漸層顏色 同時我可以修改這個漸層顏色 我選擇加號 新增顏色 這裡可以看到 也有兩個選項 單色還有漸層 這裡面你可以加入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我更改這個顏色 也更改這個顏色 我會加入更多的顏色 你想要加入非常多顏色也是可以的 在底下也有漸層的風格 比如說這是這樣的風格 或者是有這樣的風格 也有斜線的風格 還有圓圈的風格 之後也有這樣的風格 所以現在用卡馬加入漸層顏色 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當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剛才做出的漸層顏色 也會保存在這裡 非常方便 然後你再點擊一下 可以進入到編輯介面 又可以進行修改了 比如說你想刪除顏色 你可以點這裡刪除顏色 現在就刪除掉了剛才的顏色 除了圖形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框架去加入漸層顏色 還在元素選項底下 這裡面找到框架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框架 比如說我選擇這樣的框架 然後再選擇顏色 這裡面選擇新增顏色 選擇漸層 我現在就可以給它加入顏色了 你可以看到 我也可以在框架裡面 去加入漸層顏色 非常的方便 但是現在卡馬還不允許你 去給文字加入漸層顏色 所以我們期待一下 在未來 希望卡馬能夠加入一下文字的漸層顏色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圖層 像卡馬終於能夠讓我們使用圖層了 有圖層功能就非常的方便了 例如說現在我準備了這樣的設計 想打開圖層選項 我需要選擇位置 這裡就可以查看到圖層選項 這裡面會展示給你所有的圖層 然後你就可以任意的調整一下圖層的順序 比如說在這裡我有一張圖片 我想讓它變成最上層 我可以簡單挪動一下 移到最上面 像我這張圖片就變成了最上層了 或者說我有這個文字 我想讓它變成最頂層 我可以挪動到這裡 像這個文字就變成最頂層了 所以這個圖層功能就能夠非常直觀讓你看到 每一個元素的順序 你可以進行任意的調整 但是在這裡背景圖層是不能夠調整順序的 它永遠是在最底層的 接下來我們試一下群組的元素 比如說把這張圖片和這文字群組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群組的元素就有這樣的標誌 然後我可以把它挪動到最底下 像我這群組的元素就被放到最底層了 你可以注意到這有個三個點的標誌 這裡面有提供給你更多選項給你選擇 在左邊你可以看到還有一個排列選項 這裡面有個進階設定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燈泡元素 我可以細緻調整一下它的寬度還有高度 甚至按比例的調整一下它的高度還有寬度 這底下還有XY選項這個就是它的位置 當你調整X選項的時候它就是左右移動 調整Y選項的時候它就是上下移動 所以這個選項就能夠讓你進行精細的調整 另外你也可以調整一下它的角度 比如說現在我就調整成了60度也是非常方便的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輔助線 想打開輔助線你需要選擇答案 在這裡面找到檢視設定 這裡面也可以選擇新增輔助線 Canva現在有提供一些預設好的輔助線 比如說有12個資料行的選項 這個是6個資料行的選項 還有3x3網格的選項 或者說你想自訂一下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選擇要多少個資料行 它的間隔到底有多少 它的編劇有多少 你可以設置它到底有幾列 在這裡下你可以選擇新增輔助線 在你添加了輔助線之後 這些輔助線都是鎖定的 如果想解鎖 還是需要來到檢視設定 然後選擇鎖定輔助線 現在是打勾的 想要解鎖就需要再點擊一下 現在你可以看到 現在你解除了鎖定 我可以隨便的挪動它 如果想清除掉這些輔助線也是可以的 還是要選擇檔案 檢視設定 選擇這裡清除輔助線 現在我的輔助線就全部消失了 大家看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能為這部影片 點個讚 感謝你給我支持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 品牌原地 想要進入到品牌原地 你需要來到Canva的首頁 然後在左邊選擇這個品牌原地 這裡面就可以打開你的品牌工具組 比如現在我一個品牌工具組 我選擇一下 這個品牌原地就集合你所有的品牌元素 比如在這裡 我有我的品牌標誌 還有我的品牌顏色 你可以加入你的品牌字型 你可以具體的分類 比如說主題字型 副主題字型 標題字型 副標題字型 都是可以的 然後你可以加入你的品牌照片 你平時很常用的圖像 還有圖示等等 都是可以的 這上面你可以選擇你品牌工具組 分享的對象 比如說你有個團隊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團隊 每個選項旁邊 你都可以選擇新增項目 就可以添加更多新的元素了 比如說我想新增標誌 我可以選擇這個新增項目 這裡面選擇生存標誌 在左邊也會有導航選項 可以快速導入到那個選項裡面 比如說我想選擇照片 就會快速導入到照片這個選項裡面 在編輯頁面的左邊 你可以快速找到品牌原地這個功能 它的展示是這樣子的 你還可以在這裡設定你品牌的範本 在每個選項旁邊你都可以選擇查看全部 你可以直接編輯你的品牌原地 想要全面解鎖品牌原地的所有功能 是需要你升級到Cloud Pro才能夠使用的 如果你還沒有Cloud Pro的賬戶 你可以通過影片上方鏈接 去免費使用30天的Cloud Pro 就可以體驗到Cloud Pro裡面的所有功能了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品牌準則 在下一個功能裡面 我們說到了品牌原地這個新功能 在這個新功能底下 你還可以設置一下你的品牌準則 如果那個團隊你可以更方便的和他們進行交流 去設置一下你的品牌準則 去保持你品牌理智性 想要打開品牌準則 還是需要回到品牌原地 這裡面所有的選項你都可以設置單獨的品牌準則 比如說這裡我可以加入標誌的品牌準則 我選了這個新增項目 這裡面我可以選擇新增準則 我就可以在這裡輸入我的準則了 例如現在我就輸入了兩個品牌準則 我可以選擇這裡儲存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在我的品牌原地裡面 有這兩項新的品牌準則 在編輯頁面裡面 你可以看到品牌準則 先來到了編輯頁面 剛才我給標誌增加了兩個品牌準則 我可以選擇標誌選項 然後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我品牌的準則就呈現在這裡了 非常的清晰 下個新功能就是品牌控制 還是需要來到CAMMA的首頁 然後點一個品牌原地 這邊可以找到品牌控制選項 這裡面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顏色控制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限制你的團隊 只能存取品牌顏色 也就為著你的團隊只能夠使用 你設置好的顏色 你可以選這裡打開 這樣就開啟了顏色控制功能 第二個選項就是自行控制 它可以讓你限定的團隊 只能夠存取品牌的自行 並且會停用將文字效果 新增制設計的功能 也就為著你的團隊只能夠使用你品牌的自行 第三個就是設計核准 它的功能就是在發布設計前 鼓勵或者要求將設計送到核准 然後你可以選擇核准者 當你打開之後 你可以選擇這個設置選項 你可以選擇這裡設定核准者 第二個就是彈性選項 你可以選擇必須要核准 或者是鼓勵核准 還有就是條件選項 你可以套用至所有的設計 或者是套用特定的範本 這個功能就是非常適用於一個團隊的 可以保證整體設計的一致性 下一個功能就是圖片編輯 像這裡我導入一張圖片 我可以選擇這個編輯照片 這裡面你就可以打開Canva最近推出的新的界面 像總共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效果 第二個是調整 第三個就是裁前 在效果選項底下 你可以使用很多常用的工具 比如說背景圖工具 新推出的魔術橡皮X 還有魔術編輯等等 你也可以快速加入濾鏡 加入不一樣的效果 這為重點介紹一下 新改版的調整功能 它首先可以讓你進行自動調整 或者說你想選擇單獨區域 這裡是默認整張圖片 你可以選擇前景或者是背景 這個都是通過AI技術的 比如說我選擇背景 像它的AI就幫助我分別出了背景元素 我可以調整一下它的色溫 你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變成暖色了 我可以加入一些紅色的色調 你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變成了紅色的色調 整體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然後可以加入一些亮度 把它的陰影調低一點 所以這個新改版的調整圖片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能夠讓你更智能更全面的去編輯一張圖片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定選資料夾 我知道大家在使用CAMMA的時候都會設置一些資料夾 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去集中一些我們想要的資料 像CAMMA新自家的定選資料夾這個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 想要進入到資料夾 你現在來到CAMMA的首頁 然後選擇專案 這裡面你可以找到資料夾選項 我可以任意打開一個資料夾 現在我就進入到了我資料夾裡面 如果想要定選一個資料夾 我可以選擇其中一個設計 選擇這個三個點標誌 我可以選擇定選擇資料夾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剛才那個資料夾就被定選到頂部上面了 當你一個資料夾裡面有非常多的設計 你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去把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設計去置頂到頂部上面 這樣可以解決很多尋找的時間 你不僅能夠定選一個資料夾 你可以定選多個資料夾 比如說這個資料夾我可以定選 還是選擇這三個點標誌 選擇這個定選資料夾 現在這兩個資料夾都被定選到了 我想要取消定選也是可以的 還是選擇三個點標誌 這裡面選擇從資料夾取消定選 就完成了取消這操作 下一個新功能就是 在CAMMA裡面你可以找到更多中文的字體 CAMMA這最近和萌娜字體有了合作 新加入了超過一千多種字體 現在可以在CAMMA裡面找到更多新的中文字體了 我可以選擇這裡打開字體選項 你可以看到在建議字型裡面 你可以找到更多中文的字體 你可以再往下滑 你可以看到很多之前沒有出現過的字體 比如說這個可化樂黑 還有可化甜心體 楊仁東廚師體 戰庫慶珂黃油體 所以你可以找到更多的中文字體 這對於我們設計來說是更加方便的 你最喜歡這CAMMA更新的哪個功能呢?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CAMMA最近也加入了非常多驚艷的AI功能 你可以看這期影片 你肯定會覺得難以置信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為這部影片點個贊 記得訂閱我頻道 來接更多關於CAMMA內容 追蹤上IG能跟HWILL更多互動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